那我要全部的飲料各一杯 蛋糕甜點也是各一份 全部來一份 哇哈哈 嘿嘿嘿嘿 我愛 純小妹 本部影片有抽獎活動 記得看到最後喔 記得看到最後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起來看一下吧 那隻手移回來這邊的目的呢 是因為 登登 我想要殺生丸的杯點 然後這是我之前抽的 那一共有 十九張 那從這邊三號開幕開始 我每週都會來 那目前有十九張 那只有兩張是殺生丸的 其中一張是我自己抽的 然後另外一張還是跟別人換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把菜單上的飲料全點一遍 看能抽到幾張殺生丸 希望是至少有一張啦 那我要全部的飲料各一杯 對 然後 蛋糕甜點也是各一份 這是點主餐 還有聖代跟甜點 會送角色相對應的商品 主餐是書籤 甜點是光滑麵的角色卡 聖代則是磨砂材質的明信片 全夜叉的角色餐點是草莓蛋糕 盤子上還有畫出風之商的招式 刷生丸的是香草波士頓派 盤子上畫出的是動畫中 在天上飛行時的雲朵 傑耿的甜點是檸檬塔 蛋糕上面還插著四魂之玉的小卡片 阿里的是抹茶紅豆捲 上面還插著阿里的弓箭 他們有分主餐時段跟甜點時段 主餐時段來的時候每個人都一定要點一份正餐 甜點時段來的話就只提供小點 每個人至少要低銷160元 但因為我已經來吃過好幾次 書籤都已經收集起 這次就不打算吃主餐了 純粹是來抽杯墊的 OK那現在餐點都到期了 嗯 接下來就重頭戲讓我們開始抽吧 是神的 是神的 中了 不行 是結的 這抽到現在都沒有抽到同步 小玲 又是阿 又是阿里 終於了 主春葉茶 剩最後兩張 誒 不同頭髮了 全葉茶 又是奈落 總結一下這次抽了11抽 哪有抽到一張沙生丸 我覺得運氣還算可以啦 然後截止目前為止 我總共抽了30抽 但是沒有抽到任何的珊瑚跟氣泡 那以上開發大家跟我換沙生丸 因為我超喜歡沙生丸 我只想要沙生丸 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甜點口感我都沒有很喜歡 純粹就是來抽杯墊的啦 用餐區旁邊還有一整排的周邊可以挑選 公仔系列還有黏土人跟Hobby Max的全葉叉跟沙生丸 然後這次消費滿500塊可以累積1點 累積4點還可以獲得一個全葉叉特點小掛軸 那我這次就得到了兩個小掛軸 雖然餐點部分比一般餐廳貴 但是因為是主題餐廳所以也可以理解 有喜歡或是沒嘗試過的朋友 也可以來山創園區7樓這邊體驗看看 最後離開的時候 我買了4個日版的全葉叉小周邊 3個鑰匙圈跟一個畫板 很新的鑰匙圈抽到2個沙生丸跟一個全葉叉 至於畫板 呃... 風穴 那這次的2個掛軸我就打算抽出來給大家 抽獎辦法如下 我是蔡莊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